大家好,在这个充满噪音的环境里, 我给我们华人爬腾这个高大上的话题 再增加一点噪音 我觉得我以前放的两期 打炮,放的噪音还不太够,我再加点噪音 今天我们说的主题是,不输在起跑线上 起跑线这个概念,在咱们华人的 精神世界里头啊,是根深蒂固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一个典故叫做孟母三千 孟子的母亲,据传说吧,是不是真的 那么回事,还不一定呢 刚开始把孩子 好像把家安在一个周围是手工作坊的地方 完了呢,孟子呢,就去学一些手工制作 她母亲不喜欢,这有什么出息 后来,母亲呢,又把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人们所从事的这种养家糊口的 这种航道,也不符合孟子母亲的那种期望 后来呢,孟子的母亲 就找了一个学区房买了下来,把孩子迁到 孔孟之乡 那时候孟子还,先不说孔子,就是孔子的 离那个儒学比较发达的地方 有很多的学校 孟子就跟着这些老师,跟着他的同学去学习 后来成为了一代大师 这就强调了环境 后来我们华人都差不多嘛,历代的华人都喜欢 给孩子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现在,很多华人,尤其咱们移民 或者国内的一些高端人士 我这个低端人士,呵呵 说说高端的事 也算是给高端找点难受,找点这种噪音 使今地捧疼孝 或者以疼孝理念为引导的 咱们蒙特利尔的一些高校 还有多伦多的一些高校,还有上海的高校 甚至包括印度一些高校 实际都是这种藤校的一些缩影 都是一种起跑线 那我们现在 再说说起跑线吧 不说在起跑线上,曾经是个热门话题 也是很多华人家长 虽然有些人可能觉得 民说起来,国内觉得有点晕俗 但是心理上都是认同的 那什么是起跑线 起跑线就是我们在出大学校园之前的 所有的那些阶段都是起跑线 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大学一出门,那就跑起来跑不起来 就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呢,也就不太强调了 所以我们说的不说在起跑线上 也就主要说这个阶段 而优秀的棉耀这本书呢 它更强调的是大学那个阶段 作为起跑线,作为人生的起跑线 因为大学有很多人的性格 人将来要从事的职业 都基本上是定型了 所以,他把大学叫做起跑线 其实是更加准确 但是大学前面那些呢 你为了进入那种精英环境 你要做的这些准备工作 其实也都是起跑线 孩子们都在跑 没有哪个孩子看见旁边有一朵花 去把它绣一绣 没有哪个孩子在旁边看见 一只蝴蝶飞过 会好好地观察观察 大家都忙不过来,都很忙 那为什么要不说的起跑线呢? 为什么大家都急着要上私立幼儿园 要买房,要学区房 要上好的中学 要上长青藤大学 或者是最起码本地的一些 类似长青藤那么的大学呢? 因为这些大学,因为这些机构,因为这些幼儿园 它的排名比较靠前 现在,美国各种中学大学有排名 甚至幼儿园也开始排名 咱们中国也是有 咱们加拿大呢,更有 大家在选,尤其是孩子从小学升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参考的主要依据 就是各个学校的排名啊 排名,综合排名第一的,那肯定 就咱们魁省的里头,就是 Rambe de Préperbeuf嘛 据说 也不是据说吧 加拿大现任总理,就是从那个私校毕业的 那个私校 又出了多少罪犯,谁也不去关心他 那个学校有多少人去自杀了 没有人去管他,大家只是看着好的方向 只是觉得,我的孩子肯定不会成为那不幸的孩子当中的一个 而 《优秀的绵腰》这本书里都说啊 就是在 你极,以藤孝为引领的这种精英教育 它也包括这种中学教育 这个过程中,失败的是多数,而成就的是少数 它把这比喻为罗马的斗树场,跟角斗士场 在杀死很多人之后,活下来的 并不是特别的多啊 当然了,你活下来之后,给你的奖赏也是非常丰厚的 这些我就 不属于噪音,属于正能量 我就不说了,我今天还是,主要是制造噪音嘛 那你要挤藤孝 或者是 再往前说一说,挤好幼儿园 挤排名比较高的中学 或者是小学 甚至是藤孝 代价是什么呢?就是 整个社会,包括家庭,个人的大量的时间,跟金钱的投入 有些人时间比较多,有些人钱比较多,他可以雇人来 至于对他的孩子,是不是有一些不利因素,我们暂且不考虑呢 比较可悲的是,有些人本身没那么多钱 也没那么多时间,但是呢,也 把整个,尽量的 自己的很多,本应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 跟钱 投入到这上面来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让孩子去拼,去找那个起跑线 这个呢,就是 造成了很多 如果孩子 稍微哪个地方有点 不满意,就是 没有达到自己的那个心理预期 咱们就会焦虑,就会怪孩子 我在这儿开小打印店嘛,我是个低端人口 曾经就有人过来说,有人在逼着孩子学习的时候 孩子把家里的东西全部给砸掉了,把电脑也摔了 就是非常激烈的反抗 后来他呢,自己也就不管了 好了,孩子也很争气,经过一番发泄 孩子自己也在反思 也比较了解父母的苦心 好像也是上了不错的学校,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皆大欢喜 那这个 就说是,那这些钱花给谁了呢? 只花给那些学校的吗?没有 大部分的钱,并没有花在那个学校上 而在花给一些培训机构 跟一些家教 我的孩子今年也是要上高中 当时我们也挺纠结,是不是要 因为好多同学朋友也在推荐 说是由南达那个老师教得好 比老师王老师教得好 他指的是家教 他一般能保固啊,肯定能被比较好的学校给录取 后来我们两口子就想想 因为我们钱也不多,这也是个事实 就没有往这些学校送,也没有请家教 就自己在那儿辅导,当然也是 费了一番功夫 孩子呢 也拿到了好几个offer 为这好几个offer呢,我们还买了一只鸟 给他作为奖励,前不久做过一个鸟的视频 在最后选择的时候呢,这么多offer 到底选哪座学校呢 我们也没有选一些排名很靠前的学校 选了一座公立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近的 比较实用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心态虽然也在 努力地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还没到极端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孩子,生在我们这个家庭的幸运之所在 好了,那我们再展开说一说这些 培训机构 其实这些培训机构,它既然要把你的孩子 往类似藤校那样的机构去送 它呢,也就非常赞赏藤校这个理念 而有些机构也在学藤校这一点 就是,我招很多孩子来这儿报名 然后我再选,淘汰有一些 我说,这些孩子我还不要 他越这样,人越愿意往那儿送 这样呢,对他来说就是良性循环 而对一些家庭呢,就是恶性循环 就是真老师,证课外辅导老师 这些这个呢,在这本书里头,优秀的绵羊里头也提到 说是,很多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他生源不足的时候,他就放宽一些条件 让很多人来申请,然后他提高淘汰率 减少录取率 显得他这个学校厉害 而有些 著名的一些机构 就是在招聘学生的时候,不管是藤校还是其他学校的时候 也是大量的收简历 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很多人都热捧他这个公司 然后呢,他只招那么两个,三个,三四个,四五个 招很少的一些比例 提高淘汰率,就是这种追求 这种不健康的追求 好,这个说完呢,我们现在说说 就是 《优秀的绵羊》这本书提到的 我们作为起跑线的最后一站 大学这个阶段 他跟幼儿园 作为起跑线的第一站 第一站跟最后一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多大的区别 在第一站的时候 父母亲家长们那么焦虑 在最后一站的时候,还是那么焦虑 就是在整个人生最精华,应该最快乐的 这十来年的时间里头 不管是孩子的父母亲,还是孩子个人,都处在 都身处在斗树场上 角斗市场上,都在不停地跟别人比,跟自己较劲 就在这么个过程中过去的 我在回国的时候 我有个侄女,他的孩子刚刚那时候才一岁 他就在规划,给孩子交点这个,交点那个 说哪个幼儿园会交点这个,哪个幼儿园会交点这个 都做到那种极端的情况 你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啦,人家旗炮线的 追求旗炮线的这些人,追求的目标 是让他的孩子成为精英嘛 精英,什么是精英呢? 这也是个比较值得拿来专门讲的 以后,我专门拿一期来说一说精英 实际上,在主流社会里,精英这个词 更多的是代表一种贬义,而不是一种保义 大家都拿来讽刺的时候说 你是精英,我是低端人口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 说精英,精英,精英,精英的时候 并不认为这人多优秀,而是觉得这人非常非常的运缩 那我们再进一步解释一下旗炮线 旗炮线啊,我自己说,其实就是 我指的旗炮线是什么 排名比较高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实际,都是这些 装A跟C之间那个字母的 工业化流程的 一些包装车间而已 在幼儿园把你包装一下 在小学把你包装一下 在大学把你包装一下 至于里头的内核怎么样 大家都不太关心它,只是关心它 它是哪个幼儿园出来的,是哪个小学出来的,哪个中学出来的,哪个大学出来的,只是仅此而已 至于它那个大学 情况怎么样,大家并不是特别的关心 就是说呀,大家更在意的是他人怎么看,而不是在意自己怎么看 就是。。。活在一个泡泡里面,那本书里头就这么说 他说,他在上了几年大学,就是疼孝 就是,感觉到 以及后来读到他文章 他博客的那些人给他的反馈,大家都普遍地感觉到活在一个泡泡里面 活在一个,不能跟外界的这些噪音,现实存在的这些 完全脱离的一个,我们都叫它象牙塔 那样的里头 所以他出来,他才不能够跟正常人交流 他家要修一下管道,跟那管道工他都没法交流 所以,他写了一些文章,写了那么多书 发布了之后,本来没打算有那么多人看 结果有那么多人会产生共鸣 这就是所谓他们的反思嘛 这本书就是说,这些一厢情愿 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啊,啥的这些一厢情愿 就是追求起跑线的这个 其实是害人又害己 怎么能够害人害己法呢?以后我再展开说,这时候 因为我要去小店里头,要干点活,我要尽快把这一期结束 我就这个不展开说了 最后,就是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最后的两三段 它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你追求起跑线 做人上人这种思维啊,实际是 你在正在织一种粗糙的一种布 要把自己的双眼给蒙起来 你蒙上这一层布之后啊,你觉得 就闭起眼睛,整个世界都在你的眼睛前面消失了 而你眼前的是什么呢?就是吸了毒之后 感觉到的那种幻觉 今天我知道这些噪音 有些人听着不舒服 我也知道,这仅仅是不舒服而已 不会对您产生多大的影响 但是我该产生还是要产生 马路上的这车该跑还是要跑 有些精英,你们不喜欢这些噪音 把这些叫做环境污染 但是不行啊,我们要活下去 那些开出租车的人要活下去 有些人去上班 有些外卖小哥要去送外卖 都是要活下去 所以这些噪音,每个噪音的后面 都有一颗鲜活的生命 而这颗鲜活的生命后面呢,又有他们自己的子 要孝敬的老人 要服务的客人 跟他们自己要抚养的孩子 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太反感我的这个噪音 好了,下面我就是最后再预告一下 我下一期要说什么 下一期我要说一说 人家这本书的第二章主要讲的内容就是 哈耶普上位史 什么是哈?就是哈佛 耶就是耶鲁,普就是普林斯洞 这三所大学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 精英教育的这种轮头老大的,它有一个过程 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轮头老大 它有自己的爬生的过程 我们明天再说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新朋友们订阅我 老朋友们继续关注我 愿意采的呢,就点采 愿意发评论,收拾我的呢,就收拾 我在这里都张开怀抱,欢迎 谢谢,再见,拜拜 我要去小店,谋生 咱们 咱们